Hello大家好 我是楚儿 这将希望我最真实的恋爱干货 让你少走感情弯路 怎样做到更简单的完成一件事情 答案是有固定的操作流程 我们只要按照流程 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就能够完成这件事情 追女生这件事情 它更是讲究方法 大兄弟们如果能懂得其中的操作步骤 那肯定都能做到事半功倍 很多男生之所以在感情的道路上 一直处处碰壁 就是因为盲目的追求女生 没有规划 没有方式 纯属是没有章法的追求女生 这样的话成功几率很小 如果你在追女生方面没有经验 那么我把追女生的三大步骤分享出来 帮助你在脑海里面 建立一个清晰的追女生思路 从整个追女生的过程中来看呀 可以将整个过程分为三个大步骤 第一步就是吸引女生的目光 在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 甚至还不认识的时候 男生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获得女生对你的注意 当女生开始注意到你这个人 你接下来的吸引行为才会被他看在眼里 你们接下来才会有更多的故事 第二步让女生被你吸引 当女生开始注意到你之后 男生要做的就是吸引女生 这是追女生的关键 要重点做好这一点 第三步 升级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往亲密关系发展 当你能吸引到一个女生 她对你会有好感 但还没有达到爱上你的程度 所以男生的目标就是 升级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往情感方向发展 让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直到成为情侣 那这个就是追女生的三个大步骤了 先让大家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那接下来 除了给大家讲一讲 每一个步骤的具体操作 第一个 如何吸引女生的目光 想要吸引女生的目光 关键点就是 男生需要有足够的价值 追女生其实就是一种 正常的人际交往 如果一个人没有价值 他很难获得别人的注意 一个有价值的男生 才能够获得女生的注意 所以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 要如何展示自身的价值 让女生看到 以达到吸女生注意的目的呢 注意表面价值的展示 在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 彼此之间的了解不够深入 只能够看到对方的表面价值 比如颜值 经济实力 性格特征 待人接物的态度等等 那这些能够让女生 直接看到的价值点 男生需要多下些功夫 比如你跟女生第一次约会 想在颜值方面 获得女生的注意 那你就应该多花一些心思 对自己进行一番打扮 闪光点的展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 那这些特长是个人的闪光点 属于个人的核心竞争力 所以在刚开始认识女生的时候 男生需要先展示自己的闪光点 比如你是一名教师 你的闪光点是获得很多奖励 含金量很高 那你跟女生相处的时候 不仅要让她知道你是一名教师 更是一名能力非常强的教师 很受人尊敬 第二点就是如何做到吸引女生 吸引女生的开关 大家要记住就是女生的情绪 在跟女生相处的过程中 她的情绪能为你而变化 那她便会被你吸引 这个就是吸引的核心 通常有两个方面的操作 通过聊天的方式影响女生的情绪 比如讲故事 调侃 理解女生等等 这些技巧都能够很好地做到 影响女生的情绪 在行为方面 影响女生的情绪 比如约会的时候 点她喜欢吃的菜式 偶尔准备一些惊喜 比如女生通过了考试 为她筹备一个小活动 帮她庆祝 一些正能量的行为 比如你在工作方面一直很努力 对未来充满信心 当男生能够做到影响女生的情绪 就很容易吸引到女生了 第三点 如何让两个人的关系 往亲密关系方向发展 当女生被你吸引之后 需要往亲密关系方向发展 就应该有意识地跟女生肢体互动 情绪互动 比如倾诉心事 取亲密密称 分享小秘密 策划旅行 制造亲密约会气氛等等 当亲密关系从量变达到质变 两个人就自然的会确定情侣关系 收获幸福的爱情 在追一个女生之前 希望大家在脑海里有一个大概的思路 这样才能够做到更加有效的 追导自己喜欢的女生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吸引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挽回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号 CCXT668过来帮助你哦